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是我們要來開箱遊艇 我們特別邀請到人村移動黑卡的Tim哥 來Tim哥 哈囉我是Tim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介紹是 加近五千萬的豪華德國製全新遊艇 那我們就請Tim哥來幫我們開箱介紹吧 好 這樣就跟著我們一起來 Let's go 好 走 走 走 上船我們來到廚房 這裡就有冰箱 烤箱等等 可以來弄一些簡單的料理 再來我們去客房 最大間的就是主人房 一進門就會被他寬敞的空間給熄住目光 這套團的主人房呢 他可以看到他的特色就是 他是全船寬的房間 所以由左手邊到右手邊 他是吃到整個房間的寬度 那主人房的部分 這邊還有做一個類似像梳妝台的兩座的座椅 跟他的房間 對 像這個就是Queen Size的床 前甲板的部分有一個毛基 將船開到沙灘或無人島的時候 就可以在較前的水域直接定點去彎 其實在出海的時候呢 你一定會想說最好的景觀是在哪裡 其實就在這邊 這個就是前甲板的座位區 像是如果你要穿著像是比基尼啊 或者像坎台 甲板上 就可以到這個座位區 享受一亂無稽的海景 哈囉 我們現在到上層甲板 那上甲板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還是一樣有 太陽預電可以在這邊躺著在比基尼 而且這艘船有雙駕駛台 天氣好的時候就可以在這邊駕駛 後方的空間也很大 容納十幾個人完全不是問題 欸 這邊居然有烤肉架耶 對 所以不管你要做BBQ啊 或者是做一些料理 上甲板都可以做 哇 坦哥 剛剛今天 你這樣子的介紹真的是很心動耶 那如果我下個月想要找十幾個朋友 來這邊辦生意派對的話 大概要多少錢啊 其實以這樣的遊艇來說 是16個人 然後他的半夜的租船的經驗會 介於會落在大概6到8萬左右 對 那這6到8萬 這4個小時呢 你持續就可以開出海 去享受你的遊艇人生嘛 那天哥之後還會有什麼活動呢 其實我們負責的活動蠻多的 除了遊艇之外 我們還有私人飛機 輕航機 賽車 然後跟像是馬術相關的活動 總之說你要安排像米其林的參會 或是私人會所的私處 我們都有做 那再來還有我們有做國外的一些主題 跟精緻旅遊的部分 謝謝 Tim哥今天的開箱 那我們今天開箱就告一段落了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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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